Hello 大家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以一個企劃書或專題報告 總會有封面吧 我們剛剛加過頁碼囉 這個是第一頁 我剛剛故意把這頁碼放很大 就是為了想讓同學看 有看到一吧 那二呢是第二頁 那跟各位同學報告一下 一份專業文訊總會有個封面 對不對 那封面從哪裡做呢 強烈建議各位要從這裡做 你要從 你要照握的遊戲規則來 會讓你省很多事情 來 點哪裡呢 再插入標籤 這裡這裡 再插入標籤 請你選封面頁 請從這邊來挑 老師 這些都不合適 這些都能改 但是從這裡加 最大的優點是什麼 它會把你頁碼自動調整 什麼叫頁碼自動調整 我們來說一下 假設我在做一個封面 就是叫什麼 台灣民俗節慶 沒有人封面再加頁碼的 封面從來就不叫做第一頁 我們就從第二頁文件開始 才叫做第一頁 如果在寫論文的時候呢 還有分什麼 前面的目錄區就是羅馬目錄 到後面才是文件目錄 一二三四 前面用羅馬數字 還要分類 所以你的目錄頁不要自己設計喔 一定要從這裡來加 不過寫論文就另當別論 來看一下喔 當我點插入封面頁的時候呢 來來來來 這裡有很多 待會兒 不好意思 請同學先跟我選一樣 先選這個移動 OK嗎 找得到 如果找不到就另當別論 因為我們握的版本可能不同 如果找得到請你幫我選這個 OK嗎 那我們再加之前 我們再看一下 這是我文件的第一頁喔 文件的第一頁 當然而它的頁碼是1 對不對 好 我要來加封面喔 等一下封面要打文字 所以我先把上面這幾個字先複製起來 好 選起來按右鍵的複製 好啦 開始囉 插入的封面頁 這時候往下移到哪裡 這個 捲軸拉一下 先選這個移動 點起來 來 各位看一下 它自動調整了耶 你看一下我們文件 我這邊左邊加個封面 可是呢 封面呢 我們原來文件 理論上應該變2 對不對 可是因為我是使用 握的封面頁 所以呢 它自動把第一頁的頁碼拿掉 就直接從第二頁 第二頁的編碼就從1開始 這樣我們頁碼才會標準才會正確 你看懂了嗎 所以呢 老師我這個頁碼不要 這個封面也我不喜歡 一樣 要先做什麼事情 剛跟你說過了 好習慣 要先把它移除再換新的 移除目前的封 我在歡笑啦 好 我再把封面移除喔 當我移除的時候呢 欸 你看 頁碼這邊還是1 應該看得見啦 來 我再加一個 我再加一個別的 換這個回顧 欸 這是封面頁 頁碼跳到 第二頁頁碼又變成1了 來 我再把它移除 再回到剛剛這裡來 你看了好幾回 現在應該有點熟悉了 好 我點這裡進來 好 我們把封面頁加起來 那頁碼會自動調整 這是Word目錄頁的功能 來 換